請你跟我這樣過 手心手背都是肉 爸媽的偏心就是錯 請你跟我這樣過 好 這個手心手背呢 待會兒我們就點出了 今天我們主題 環到他孩子身上 的確 那很多人一生孩子呢 也許不會只生一個 兩個 三個 四個都有可能的 對 所以偏心也是很有可能的 是 是 是 所以家裡面常出現 這一個會說 爸爸 媽媽 你們都為什麼只親他 為什麼買東西都只買給他 為什麼我都沒有呢 對 然後好像就覺得說 不偏心 不公平 可是他們在說這些話的時候 可能就已經透露出 其實他們小小的心理 已經受傷了 對不對 大媽愛偏心 往往會對小孩心理 造成創傷喔 所以今天邀請到 小兒科醫師張華倫 兒童發展專家王洪哲 諮商心理師彭欣怡 以及宋達明 洪百榮 要一起來告訴您 您不自覺的偏心行為 有哪些喔 請問你們家兩個孩子 妳有貼心嗎 我盡量不要 盡量不要 可是你知道嗎 像在Facebook當中 大家都會PO一些生活當中 點點滴滴嗎 這個很壞喔 這個 要聽下來 妳怎麼做 來 我就會PO 像我們家小景又做了什麼貼心的事啦 去哪裡玩又多可愛啦 有些照片啊 都會跟大家來分享 對 然後突然我朋友就提醒我說 我怎麼看你這麼多的一些文章 怎麼都是你大兒子 那小的呢 對 我現在只去回去看了一遍才發現 如果有十篇的話大概真的八篇到九篇 都是大的 都是我們家的大頂 然後小的還會看到有些照片說 媽媽 那我在哪裡 我才發現天啊 我竟然已經偏心到這樣的情況 我自己都不知道 要別人提醒耶 所以妳這個算是天性還是刻意的喔 對 到底是怎麼辦 怎麼樣來解決呢 今天後來瞭解一下好不好 我們先來請教一下彭老師 彭老師 這個孩子 就是說大人會偏心這到底是嚴重嗎 這會有對其他孩子有不良的影響嗎 其實還蠻嚴重的 大家如果在之前有看過一則新聞 很有名喔 在2011年喔 屏東有一個27歲的男子 然後他在凌晨的時候殺他們全家 喔 那個新聞很大喔 對 然後死 媽媽跟哥哥就死掉了 對 弟弟逃過一些 因為他當兵 對 然後這個嫌犯被抓的時候呢 其實他還想說 喔 我等這天等很久了 沒有全部殺光真的是太可惜了 他沒有回應你知道嗎 那個時候 他為什麼會殺全家的原因是 因為他長期都覺得說 爸爸媽媽只疼哥哥跟弟弟 他完全被忽略了 對 所以當然他那個 十三歲的時候是國中的時候 國中的時候是自我認同 跟自我概念最需要被關懷的 他從那個時候就開始計畫了 對 他說等這一天 等十幾年了 你看 這個完全是很恐怖的 剛才講的是那個比較外顯性的 就是行為會把它表現出來 還有一種小朋友是內隱性的 前一陣子的新聞有報導 屏東的一個高中生 他在高一的時候 跟其他的同學聊完天說 他覺得他爸爸媽媽偏心 都比較喜歡弟弟 然後結果我們聊完以後 從三樓就跳下去了 這叫做內隱性的 沒有辦法把壓力抒發出來的 那一種 其實偏心其實是屬於人的一種 本然的一種本能 美國有一個很著名的一個 加州大學有一個很著名的研究 他說其實有百分之六十五的媽媽 跟百分之七十的父親 其實都是會特別的疼愛某一些 特別的孩子 特別這個再專注在老大身上 現場調查 來 我們現場 都在老大嗎 你們覺得不管哪方面 自己認為有偏心的 來 請舉牌 爸爸 你看 權重耶 那媽媽呢 也權重啊 那這個調查算保守囉 不過你剛剛講到 這也許它有一個天性 這個有辦法做測驗嗎 當然有 如果說呢 你有一天在 然後呢 有一個名牌專櫃在特價促銷喔 這個時候你的 你會有出現什麼樣的反應 第一個 A 天啊 全部都選 好想選喔 全部都想買 難以割捨 B 只挑自己喜歡的樣式跟質感 那C呢 看別人買什麼就買什麼 跟著買什麼 那D 不管有沒有折扣 想買才買 來 我們現場 選A的 有誰 舉牌 選B的 大家都D 我也D耶 大家都是喔 對 這麼唯一嗎 只有你沒有啦 你選什麼 D啊 我也選D 你也選D 對 OK 那C就留給觀眾朋友囉 好不好 這次來D 百分之七十的偏心 七十怎麼樣 不偏心嗎 好 偏心 偏心啊 選擇注意 重視表現 這個時候父母在選擇D的父母呢 其實你會注意那種 爆米花式的孩子 怎麼說 假如說哪一天 妹妹說 我功課寫完了爸爸 然後衝過來找你 或是弟弟說 我表現得好不好 然後就是這種爆米花式的 誰表現 聲音大聲 表現得好 或是說怎樣的那個 吸引你注意 你就會去 專注在他身上 所以選D的爸媽 是比較屬於聽覺型 視覺型的 對 刺激型的 對不對 刺激型的 所以孩子如果大鼎跑來說 媽媽...我好想你喔 然後小鼎在旁邊 他其實也很想你 但他沒有表達出來 你就會偏大鼎 像那個大鼎真的很貼心 所以都常常讓我覺得說 好 你不要再講了 你看 好 就是說還是貼心 對 路之前還要說 這一集我要叫我兩個孩子看 對 你看 可是大鼎就是這麼的 對啊 你看 好 那維尼媽 你覺得整不整啊 其實要整啊 也要注意的是說 你如果是注意那個 比生意比較大的話 那個弱勢的小孩子就會覺得說 好 那這樣我再怎麼爭都沒有用了 會越來越不想跟那個 很明顯的那個小孩子相處 所以那個兄弟姐妹之間的關係 也可能會受到一些影響 對 好 要多注意 好 C的話呢 一半 一半 50% 顧全大局忽略需求 好 例如說 你可能今天在家裡面 然後帶小孩要出去一個高級的餐廳 你的觀念裡面會覺得說 高級餐廳應該是要安安靜靜的 然後很有那種氣質的吃飯 對 就沒有想到 他在家裡面本來好好的 結果一到餐廳就給你大哭 這個時候呢 你就會想到說 為什麼你剛好好的呢 然後為什麼你現在要大哭 就指責他 小孩子其實啊 如果說你的那個 在家裡跟外面的那個 狀況 應對的狀況不一樣 他會覺得 他會有訊息模糊的可能 那這會怎麼樣的一個 嚴重的情況產生呢 因為他不知道你在想什麼 以至少他長大的時候 會反而會壓抑自己的想法 再來就是 先來A好不好 因為B的人數比較多 有人會想全部都嘛 一定在看七十五十 B不是大吼就是大壞 對 真的 那我們先看A 這類型的爸媽 雖然不偏心 可是自我照顧 非常非常的重要 不然 如果你沒有把自己照顧好的話 小孩子隨時都會覺得說 你怎麼 好像媽媽你要給不給 你到底要注重誰 因為累了 藍藍的是不是 所以這個選A的爸媽 比較屬於情緒性的爸媽 對 就是你累了 疲累這個決定 你照顧孩子的一切 對 好 再來是B囉 好 離大家 同步的時刻到了 對 都選B 好厲害 天真高 超音被你猜錯了 大好大壞 百分百偏心啊 對 這個部分 專注特殊 過於偏袒 這類型就是常常爸爸會說 女兒是我的前世的親人 或者說我特別愛老大 這個部分 所以其實 如果說家裡有兩個孩子的話 你特別愛某一個人的時候 會有兩種情況產生 第一個會有 競爭的議題 第二個會自卑 產生自卑 競爭的話就是 特別愛的那個人會覺得說 我永遠都是爸爸媽媽的 某一個人的最愛 所以我都要拚第一 那那個自卑的話就是 受到忽略的那個小孩說 不管我怎麼樣都沒有用 爸爸媽媽眼光有一點在他身上 所以長大之後 都有可能會在人際關係上面 會有那種競爭 或是那種合理化自卑的那種可能 像譬如說達明就是特別愛女兒 那剛好百榮又特別愛兒子 這樣兩個是不是就互補了 這也是另外一個模擬 還是像這樣的話 是要怎麼樣去做調和 父母其實要分工合作 就像達明哥這個部分 還有跟妻子之間的互動非常好 就是我注重女兒 那媽媽一定要關愛孩子 不要認為說 我們全部爸媽都關注在一個人身上 紅一個人的話 對 這個很重要 我覺得在關鍵在乎於 跟孩子的互動 怎麼說呢 妳看好比方說這樣講 我相信大家都有這個經驗 爸媽一回家 父母一回家 看到孩子如果衝過來 抱著你 爸爸我好想你 怎麼去那麼久 你心裡面這個 多溫暖的感覺 對 對不對 可是另外有一個 我們家兩個嘛 做這件事是寶妹 那小寶就坐在那邊看電視 那另外有一個人 還會很激動跑過去 抱著小寶一直親 就是我的太太 你覺得有沒有偏心 所以小寶是老大 對 對不對 你特別愛老大的 你知道嗎 老大就是 每個家庭都是這樣 你翻開那個相簿 一定都老大的照片特別多 因為跟媽媽是一種革命情感 因為第一次當媽媽 很多是一種手忙腳亂的 然後她是你的實驗品 別人說她也很可憐 實驗她 對 她也很可憐是 她摔倒的時候 那我們就會去查看 這摔倒 摔在這地上是沒有關係的 那我們會照顧她這樣 可是第二個 當她再摔在那地上 我們本人就會覺得沒有關係 所以你就不會去服第二個 這個就好像我們在談戀愛的時候 初戀永遠刻苦鳴心 所以第一個還是 對 刻苦鳴心的感覺 而且也走過那段路就知道說 到老二的時候你就會覺得 我們已經可以分辨大小事情的輕重了 一個愛一個 這個是剛剛彭老師說 這個當然是可以互補 但是在我們根據研究調查下來 排行老大 通常都是會比較容易受寵的 真的 不只爸媽愛阿公阿嬤 好像也都特別愛那個老大 寵人都不叫人也不行 對不對 爸爸回來一定要跟爸爸打招呼 你看 中間他很在乎那個東西 可是他可能心裡頭很愛你 對啊 而且挪威有一個很 著名的研究是 如果通常我們注意老大的話 通常 智商會比之後的小孩 智商分數高三分 真的喔 對 所以你可以發現 其實有時候父母的那個關愛 其實會決定小孩子的一些智商 或是一些能力 就恭喜啦 恭喜 那也恭喜你們叫姐姐啦 哪裡哪裡 你們都很偏心他嗎 好 Q爸 聽說你也是超疼老大的是不是 這我來說好了 那我來 只要看到吃的喝的 用的穿的 就會想到哥哥 就會想要買給哥哥 對 不會想到女兒嗎 比較少 通常都想到 這是哥哥喜歡吃的 哥哥前幾天有在說想要吃什麼 那我們就帶他去吃 講這個話的時候 其他的孩子在場嗎 有聽到嗎 沒有 就只有你們兩個單獨 那還好 像聖誕節的時候 有一次因為哥哥喜歡 巴斯光年的公仔 那他就喜歡 要一隻那個會講話 會跳舞的 那隻要三千多塊 跟一般的就差很多 爸爸毫不考慮就 好 買 就買了 大方 那女兒如果一直跟妳講說 爸爸我好喜歡巴比娃娃 你可以買給我嗎 你會買嗎 也是可以啊 只是因為那個東西 只是 也是可以 只是 後面有段式 感覺都是附帶的有沒有 對 因為巴斯光年那個比較貴 就讓他不喜歡 我可以玩 不可能 巴比娃娃我玩就比較不適合 所以如果今天 兒子跟女兒站在你面前 而你的預算只有三千多塊 你只能買一樣玩具 然後 女兒跟兒子都同時跟說 我要巴比娃 他要巴斯光年 你會買哪一個 挺不好殘酷喔 買巴斯光年 然後叫妹妹跟他一起玩 這個就是會造成內心 從小就會有一天壓力在心裡面 因為這個孩子又不會 把壓力用表達方式講出來 所以從老大其實還蠻 根據統計 還蠻常發生一些家 家庭常見的問題 有兩個老大的問題 跟兩個老二的問題 第一個就是老二愛哭 愛告狀 有些人會覺得說老二的情緒 怎麼會比較不好 或者說是比較難管 或者說是比較愛哭 那老大反而比較不會 其實都是因為家庭的重心 放在老大的教養 那老二要怎麼樣 老二要生存啊 對啊 那我的生存之道就是用哭的 然後用哥哥都是哥哥等等這樣子 來引起大人的注意力 對 所以這是第一個 老二會造成的問題 老二愛哭 愛告狀 那第二個是 老大愛欺負老二 為什麼呢 因為你很疼老大 所以很崇老大 老大就會很自我 對 自我中心 然後覺得說 哇 我是後衛 可以hold住全場 那種感覺 他以為他是 對啊 那所以就會造成說 他反而會愛欺負老二這樣子 他覺得說有爸爸媽媽給我靠啊 等等這樣子 我只要闖禍了 我就跑到某一個人的後面去 去找靠山這樣子 這是不好的 那第三個是 老二的自信心會不足 其實根據研究啊 如果從小是從老大 老二自信心不足發生的年齡 通常是在小一到小四的時候 所以不會在學齡前讓你看到 對 所以這是長久來看 會對他心理產生一些影響的 那他是怎麼樣 就很多事情他就是都不願去嘗試 對 然後會覺得 怕犯錯 最常見的就是 錯誠的時候很低 很怕失敗 然後最好不要做 因為好像你們都教哥哥 都可以把哥哥教會 那你們又 我又沒有靠山 所以我做了如果犯錯了 就會被罵等等 所以會造成那個 小學時候的自信心不足 那這個就會影響什麼 學業成就啊 學習效率啊等等 那最後一個 老大比較難以成熟長大 因為有靠山 所以他會造成那個過度保護的 一些狀況 那在過度保護下 就會感覺 怎麼好像家裡面 都是老二比較成熟 雖然他比較愛哭 可是他好像同理心 又比較高一點 那老大就好像比較 稚氣一點點 有時候會有這樣的一個行為 所以很多的父母 一定要正視這個問題 真的 對 我們都自認為 哪有 我們沒有很偏心 我們一次同仁啊 可是你表現出來的行為 或是言行舉止 可能就透露了 你們還都看在眼裡了 對 所以你認為你不偏心嗎 我們現在就好好 一一探討一下 對 有四大偏心行為 我們先來看 第一個 是不是你也有這樣的情況 就是誇獎某一個牌照 總是比另外一個還要多嗎 有 誇獎方面有偏頗嗎 來 維妮媽 我承認啊 其實在誇獎這部分 我可能忽略了一些 像老二他講話 語言能力真的比哥哥比較快 然後有一次就是出門買菜的時候 然後他說 怎麼那麼會講話 我說對啊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他比哥哥還很會講話 跟比你叫就出來了 然後因為哥哥土象星座 他就很內斂在旁邊 就是靜靜的在那邊摸菜 然後他後來在上車開車的時候 他就問我說 那我以前是都不講話嗎 我什麼時候開始講話這樣 我就才知道說 我誇獎弟弟的同時 我又好像傷害到哥哥 對 多誇獎了 多誇獎 我覺得這種誇獎是有藝術的 其實因為孩子都很需要讚美 如果你用另外一種方式 你跟他講說 對啊 因為他都有 哥哥教他 我們哥哥很棒 都教妹妹怎麼講話 所以妹妹比較早會講話 我們哥哥也很棒 他都會幫忙教 兩個都誇到了 這兩個都誇到了 而且這樣兩個的關係就會很平衡 像有一次我回家 隨時要練習 不是 我一回家 我女兒現在是小二了 那他們有考試 但是我兒子是大班 他沒什麼考試 有一天他考出來就跟我講說 爸爸你看 我考一百分耶 那我們會很獎勵孩子 哇 你好棒喔 一百分 那你爸爸 帶你去買一個貼紙好不好 送你一個小禮物 那你下次要更加油 你真的好棒 生前有抱他一下 對 好啦 這個時候 我兒子在旁邊玩電動 玩一玩玩一玩呢 然後過了大概十分鐘之後 我兒子突然說 因為他就一直死掉 心情受影響 一直死掉你知道嗎 然後他說 氣死我了 他就死掉 我就說 Kan-Kan沒關係 你慢慢玩嘛 在玩遊戲不要那麼在乎 他說對啦 對啦 反正我也不會一百分 對 他就可以買貼紙 對啦 你知道嗎 完全受傷了 我想說 不是 因為你們幼稚沒有考試啊 那所以我當時只誇獎了女兒 但他其實聽在耳裡 他會記住耶 怎麼辦呢 那這時候怎麼辦 可是昌明哥你的問題 不是只有那一天 因為你是 你兒子總算說出來 但是說出來是好事 對 那我就是說 他說出來就是提醒我們父母說 你得去注意到 孩子你在稱讚過程中 你的平衡可以很讚美 所以他給你那個癖 我覺得你一定會很容易 在接下來的事情中 找到他別的表現突出的部分 可以誇獎對不對 對 適時的去誇獎他 對 所以其實是昌明哥 沒有聽懂KanKan的問題 他是想要表達 我沒有拿一百分的機會 而不是我拿不到一百分 因為他年紀比較小 他不會講 所以他用省略性的語言 反正我也不會一百分等等 他是沒有辦法 有那個一百分的機會 那其實要保留的是好的行為 所以那個時候應該要轉移 他的注意力到 爸爸剛才看到你 乖乖的坐在那邊二十分鐘 然後都沒有亂丟玩具 然後就可以獎勵了 對 這個就可以獎勵了 而且獎勵也不見得要給禮物 對 就是給嘛 給個微笑 給個擁抱 什麼都可以 所以女友抱抱 對 對 不過剛剛有講到的時候 做家事的問題 小可媽 你們好像有成績 因為小朋友在做家事上面 你們是有偏頗的 這樣也可以偏心嗎 做家事 因為我們家的碗 都是我女兒在一起的 妳女兒現在幾歲 四歲半 真的還假的 四歲半就開始洗碗 真的假的 要訓練她當家政婦對不對 然後弟弟就說 那姐姐洗我幫忙沖水好了 那姐姐就說 好好啊 沒問題 然後姐姐洗完之後 她說 姐姐 我們就說 我們爸爸媽媽姐姐說 哇 姐姐妳好棒喔 妳好厲害喔 完洗得這麼的乾淨 對 然後呢就會忽略到小的 小的就說 媽咪 那我有沒有好棒 我說有啊有啊 很棒很棒很棒 就敷衍一下 沒有敷衍 她看得懂的 對 這感覺得到 所以她才會去問你說 媽咪我們很棒 所以妳也是那種 比較偏向老大的 對 小可爸 那妳在旁邊呢 妳看她偏老大 妳會特地去關注小的嗎 不會 你們好狠心喔 因為其實喔 我們這樣不會分大跟小 我們可能是魚女生 那妳不怕小的會受傷嗎 內心 完全不會 因為我們會覺得她還小 不會 不會任何她會 都是因為這樣 對 都是這樣 都會這樣子 妳認為小朋友幾歲 就可以感受到偏心這件事情 應該更小對不對 1歲吧 很小吧 其實六個月 六個月啊 六個月啊 對 六個月的小寶寶 她就可以知道 爸爸媽媽把心呢 放在哪一個事物上面 所以如果這個時候 同時有 她已經快到六個月 何況是1歲的孩子嘛 另外一個小寶寶出來的時候 她其實就已經有感覺 哇 出來的時候我時間 被大量剝奪 對 所以根據原因是六個月喔 就已經知道妳天使 所以她就會去選擇 她自己的生存之道嗎 如果你這個小朋友的 情緒氣質很好的話 她就會去找她的生存之道 那如果這個小朋友的 情緒氣質是不好的 她那個分離焦慮很強 她就會來擬妳 那妳就會覺得說 她怎麼變成這樣 就產生了我們之前講的 就是 那像我們家的老二 她就還真的蠻懂得生存之道 因為她都知道 哥哥一定要擠在我 跟爸爸中間睡覺 所以她在很小的時候 就是她去跟阿嬤睡 跟外婆睡 跟阿姨睡 她都OK 她都不會黏著媽媽 你知道嗎 因為她知道她搶不過她哥哥 還是說她認為在你們身上得不到 不知道 可是這個也是蠻消極的 對 其實是蠻可憐的 這也是蠻消極的 哪一天她在隔壁鄰居 叫王伯伯叫爸 你就完蛋了 我跟你講 去那裡尋求安慰 對啊 你再忽略下去 你就糟了 我們還寧願小朋友 是另外一種 就是像小可爸那樣子 我誇獎的姐姐 結果她會跑過來跟你 我咧我咧我咧 我有沒有好棒 她還會尋求你的注意 那她尋求你注意 你還反而會注意她一下 那如果是那個 整天被忽略的孩子的話 你在她身上的關注 跟那個關愛 就會自然而然 就會少很多 沒錯 當然是第一個 就是老大這方面的偏愛 再來還有第二種行為 好 可能就是小孩爭執的時候 你經常會想要誰去讓誰 譬如哥哥一定要讓弟弟啊 還是妹妹一定要讓哥哥啊 這樣是不是也就偏出了呢 來 白龍打蜜 你們會這樣嗎 有一次就是 我們吃麥當勞 然後呢 小朋友都在客廳的沙發上去 然後兩個都不大 都很小 然後吃薯條什麼 那個番茄醬啊 就裹得到處都是 然後就開始兩個人 為了誰吃了誰的 就開始有一點吵鬧 然後又開始搶食物這樣子 然後我就沒有想說 我就想說 我先不要去管 讓他展現一下一個 做爸爸的威言 讓他去管這樣子 很好 我想說他出馬 結果他就去了 然後我就默默地飄到廚房 我想說我就 假裝不在現場 然後我就聽聽聽聽聽 突然我就聽到 我的兒子一直在錯氣 小寶一直在錯氣 我想說為什麼 然後我就走到客廳 因為我們家有一個罰站磚區 然後我就走到客廳 就看到我們家小寶很可憐地 站在罰站磚區裡面哭 然後呢我回頭一看 看到我們家寶妹 依然坐在沙發上吃薯條 蛤 我們不用體罰 我們都是用罰站的 對 所以我想到小寶一歲的時候 就會罰站 然後呢 有一張報紙拿來 這算一種專長嗎 也不知道 他就是那報紙拿來 如果不聽話 繼續折 再折 越折越小 對 那那天剛好就是 因為小寶有頂嘴 我就罰他罰站 那寶妹我就讓他放他 就是讓他在沙發上坐 讓他看到說 哥哥這樣做錯了 但是他顯然沒在看哥哥 沒有 完全沒有 他還在看電視 這件事情我沒有特別注意 我下次會小心一下 哪有 很可憐耶 小寶 我想他哭也是 因為他覺得委屈 而且他一定覺得不公平 對啊 我覺得殺戒警侯 如果說在團體的過程中 其實孩子的自尊心 比較容易受傷 這件事情其實要嘛就是 公平的話 因為弄髒不是一個人弄髒的 兩個當場都要 雖然寶妹笑 可是我覺得 對小寶那時候的傷害性 是比較大的 他一定還是會有其他 破壞性的行為會在處 有啦 我們事後 就是如果殺戒警侯這種情況 事後我們都要把他 帶到旁邊去 跟他好好稍微溝通一下 溝通什麼呢 就說爸爸剛才這樣做 是因為怎麼樣怎麼樣 誰怎麼樣怎麼樣 要跟他講一下 那你到底講什麼 到底是怎麼樣 就跟他說 因為你們剛才這邊實在太吵了 爸爸覺得你是最優秀的 最乖的 可是 對 你在那個情況下 沒有 你在那個情況下 鬧得最嚴重 所以爸爸 在大家面前 這樣子跟你 觸發你 他常常會灌輸他的是 你是老大 你要給妹妹一個榜樣 會是這樣子 雖然可能 他一生當中都會有很大的傷害 可是你要告訴他 為什麼我會懲罰你 讓他知道說 原來我做錯了什麼 未來可能相同事情 就可能會有一些警惕 所以爸爸這個部分很重要 那如果說你這樣是成立的話 下一次如果又發生一樣事情 他是不是也一樣可以殺戒警侯 然後再跟兒子解釋就好 如果同樣事情發生的時候 爸爸這個時候就說 你還記不記得 你上次犯過同樣的錯誤 爸爸這時候告訴你 應該要怎麼做 當然還是會有一個適當的處罰 但是要先在處罰之前 再次跟他講說 你上次跟他 上次發生過了 所以爸爸這次 還是用相同的方式 處罰你 像我就做過這樣 我就說 好啦 你今天這樣做不對 然後爸爸這邊也有一點情緒 爸爸也不是完全對的 爸爸可能 因為你跟爸爸最好 所以爸爸用這種方式 是同一條船上 對 有一個互動這樣關係 但是你說呢 因為爸爸跟你最好 然後打開門 寶妹 他本來就是這樣 他什麼 他現場他就可以 表演變臉好不好 他可以在前一秒鐘 還在罵小寶 然後在後一秒鐘 他就馬上可以給寶妹 一個燦爛的微笑 真的嗎 真的啊 所以這個如果對寶妹 他的那個心態上 可能都處罰哥哥有沒有 那對於其他的孩子 他看在眼裡 他會怎麼樣 寶妹的話其實 他會覺得說他是強者 你看他這樣子的一個競爭當中 你看永遠哥哥都是 要去處罰的 好好我就是像當老大 所以長大之後 很容易在人際關係 會覺得說 我都是受到寵愛的 我三千寵愛 對 然後人際關係可能會出現問 對 如果說別人排擠 他會覺得我好挫折 然後會跟人家產生競爭 哥哥的話 雖然他是老大 會有紀律 會有原則 可是他 當然他長大之後 相對可能會 很有做事的風範 可是他會有 產生一種 自卑 對 他會覺得說他做這個 我夠回到以前小時候爸爸處罰我 那我還是不要好了 所以他會 所以如果當下 如果寶妹還是這樣 大大大大吃薯條的話 請一定要拉著寶妹 到哥哥面前就說 我們以後可以怎麼樣做 你看哥哥這樣子 我們要不要跟哥哥說 對不起 之類的 讓老大的那個心情 可以得到一些說話 或者是兩個一起去罰站 對 兩個一起罰站也OK 公平 然後男鈴哥坐在那邊吃薯 對 我告訴你 沒有做錯事可以在那邊吃薯 不要 這人家的處罰真好 吃薯條 好 另外也是會 比較疼妹妹的是Q媽對不對 你們的情況是怎樣 像 因為妹妹比較小 我常常他如果做的事或搗蛋 我都會叫哥哥讓他 哥哥姐姐就是讓妹妹就對 他還小 那有一次他就是 亂抽衛生紙 然後把桌上的東西 全部撒在底上 哥哥就兇他 他說你不行這樣 他就阻止他 結果妹妹就大哭啊 那我從房間出來聽到妹妹在哭 我說哥哥 你為什麼要兇妹妹 我就先罵哥哥 我說你不可以對他這麼兇 他說沒有啊 是因為他不乖 所以我才罵他 對 那那個時候我就說 可是你是哥哥啊 你要把妹妹教好 你要負責把他教好 你不要對他那麼兇 所以那時候 哥哥整個就是很委屈 我們之前有講過 浪這個字 對 在螢幕上給我打五個叉叉叉叉叉叉 最高級的 對 浪一定不會讓小朋友心服口服 為什麼 那個出生的排行 他沒辦法選嘛 對啊 所以在他的觀念裡面 為什麼我要讓 讓這個東西太抽象了 還有我是老大 就要讓弟妹這個東西太抽象 明明是小的來搶我的玩具 結果你還叫我要把它讓給他 因為他比較小 你跟他talk的是 那個很抽象的那樣的概念 對 所以我們可以現場來演一次啊 好 來 那個昌明哥當弟弟好了 我弟弟 對 你還給我 還給我 不要 趕快 好 你打他 爸爸 怎麼了 他搶我的玩具 他打我 你是姐姐 你為什麼不讓他 那手伸出來 我這樣牽你過來 你竟然是要 手伸出來 他就叫做 惡話不說的爸爸 因為心裡面就覺得 他是姐姐 他必須要讓 對 開始得意吧 你最會的 你愛 球在我這裡 那個時候是不是哭得更大聲 真的嗎 好好玩喔 好好討厭喔 這個弟弟 好討厭喔 對啊 好 OK OK 這是錯誤的教養對不對 讓他得逞了 然後 我好傷心 他很傷心 對 明明是他錯嘛 對不對 很不服嘛 然後結果我還處罰他 這是莫名其妙的一件事情 對 所以這很不好 那正確的教養 我們再來一遍吧 再來一遍 玩玩具 好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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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到你一點 你不要打我 爸爸 你不要給機會 你太久喊天了 OK 好 來 聽 怎麼了 來 兩個人都分開 姐姐打我 他搶我的玩具 他打我 還有呢 他一直打我 我要先聽姐姐講 他把我的玩具搶去了 我玩得好開心 他打我 剛剛 剛剛是玩具本來在誰手上 我 我 我 Keng 說實話 現在在我手上 姐姐 剛剛玩具在誰手上 剛剛先在我的手上 然後呢 他就把我搶去了 所以我就打他 所以你有打他對不對 對 我摸他 他打我 對 你又打他對不對 我就這樣摸他 是這樣摸他 你媽 我叫他還給我 有沒有打他 我就這樣子 爸爸 因為你剛剛有這樣子 對不對 所以你到這邊來發展 因為你剛剛這樣子 所以你到這邊來發展 洗皮笑臉 來 請繼續 好 來 可是你剛才搶姐姐玩具對不對 因為他玩很久 他都一直不給我玩 哪有才玩一分鐘 那你怎麼沒有來跟爸爸講 因為 因為爸爸你又不想玩 可是我們之前有定覆規矩說 如果你很想玩的時候 姐姐不給你玩 你要跟誰講 跟爸爸 OK 那現在沒有做到怎麼辦 下次做 好 那到那邊來發展 沒有做到 因為你沒有做到 沒有很想發展 你心災樂禍喔 那我們要多五分鐘喔 對 大概是這個樣子 你也不能心災樂禍 是啊 那個就是會造成 兩個中間更挑釁 更對抗 更對立的一個 所以中間你在問 任何一個小朋友的 跟他溝通的時候 另外一個小朋友 不要讓他插進來 完整的聽完兩個人 讓哥哥跟弟弟 讓姐姐跟弟弟 都有完整陳述的那樣的機會 這才叫做公平 這才叫做公平 OK 這個好 謝謝王老師 不好意思 不會 他滿舒服的到這裡 那這個就很像 我們大人在吵架一樣 對啊 有時候吵架你話 沒有辦法分隔開 就越疊越兇啦 對不對 邏輯是一樣的 王老師剛剛做了一個 非常好的示範 就是因為小孩子不知道 大人責怪的背後 到底要透露 是什麼樣的訊息 所以與其讓他 一個一個步驟 讓他去想 他才會知道說 他錯的地方在哪裡 沒錯 而且懲罰真的要 懲罰公平 處罰不要去批評人格 你真是個壞孩子 你真是個 你這個姐姐真是不懂事等等 都不會照顧妹妹 這個就是去批評人格 對 所以就要去分析行為 如果你要當一個 民族教養型的爸爸或媽媽的話 你的每一個處罰 都在你沒有情緒的狀態之下 就算你有一點點情緒 也沒有關係 對 這樣你的處理才會是正確 才會是公平 沒錯 對 好 那再接下來呢 是第三個行為 就是關注照顧某一個孩子 總是比另外一個還要多 上次達明哥是不是就這樣 因為寶妹最近 怎麼每一個例子你都有 因為寶妹 寶妹最近那個 食慾比較不正 有時候會比較挑食 那百龍他管教孩子也比較嚴厲 他就規定他那一碗一定要吃完 對 我覺得那個對 不要說對孩子來講 對大人來講都是一個酷刑 因為我在罵寶妹說 你要把他吃完之後 他都會在旁邊在那邊吃 太多了 吃不下就算了 那他同樣 我如果對老大也是採取這樣的行動 他就會在旁邊說 對 不吃算了 讓他餓 他餓了自然就會吃 沒有 我想到小寶 我們那個時候都要當兵 那你不吃就算了 對 我心疼他 不用當兵 我心疼他 我覺得你很像是強辯 對 他就對小寶 就是不吃就算了 你讓他餓 你讓他餓個兩餐 他自然就會吃了什麼之類 可是寶妹就 他吃不下就算了 你不要強迫他 吃這麼多 怎麼可能 然後私下又再給他吃別的 你大概是希望說 孩子他這個訓練出來之後 將來出社會 各種場合 統統打不死 男生 我覺得男生是這樣 是這樣子 女孩子可以稍微 受保護一點 對 他曾經有一個名言 你知道嗎 他說 他如果不想結婚沒有關係 因為 他有這樣子 陪到幾歲 都可以 都可以 你看 那個疼愛的表情 對啊 就很開心 那如果像這樣子 的確聽得出來 那個態度不同 差很大耶 王老師 這當然不可以 這個是教養裡面 所有的規矩 都已經是不一致的狀況 可是對男生跟女生 好像父母親 真的會不一樣嗎 這個是對男生跟女生 放下去的同理心的程度 就已經不一樣了 他是那個性別 我就放比較多的同理心 多吃一口可能會很難過 或者說這種 那個男生就恨鐵不成鋼 等等那樣的那個感覺 或者說是有一種補償的心態 就是我以前也是都這樣子過來 或我以前沒有這樣 所以我要讓你更好 對 所以你必須要照著我現在的想法 怎樣怎樣做 所以這不可以 在家裡面 尤其是兩個孩子都在的場合 你的家規絕對不能不一致 譬如說寶妹 她可以這樣耍賴 吃不下等等 然後結果你還餵她零食 結果你哪一天呢 你要叫小寶去吃完飯 而且不能吃零食 這個就說不過去了 不過我是從達明身上 我看到兩種性格的爸爸 一種對於寶妹的是現代 溫柔的爸爸 然後很願意表達她的愛的爸爸 對於小寶身上 我們看到是以前 真的 這個說法真的對 因為以前的爸爸 我們一直認為說 爸爸根本沒有在乎我們 不愛我們 他不是不愛喔 他很愛孩子 但他非常嚴格 非常要求 然後他所說出來的 他那個愛的成分是低的 但其實他是愛的 對不對 所以這個公平的對待 應該要怎麼看 所以讓孩子覺得公平的教養原則 有五點 第一個 犯錯的時候 讓你家的所有孩子 都有機會可以做表達的這個動作 OK 這是第一個 所以你的語言教養 也要聽聽看他怎麼說 對這很重要 那我覺得你是男生 所以你必須要負起什麼什麼什麼的責任 對 那你覺得呢 對後面要做完整來 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 對所有的孩子都守信用 對 不可以只有一個孩子守信用 那另外一個孩子會 討論這件事情 對 那如果沒有辦法從你身上得到關愛 他就會去找媽媽 對 他就只能這樣子 那如果萬一媽媽又是個很忙的角色 或者是跟爸爸一樣偏心的角色 這個孩子得不到關愛 那第三個 個別都有陪伴的時間 你如果陪妹妹的話 請抽一些時間也來陪哥哥 那為什麼只有妹妹有說故事時間 這不公平 哥哥也應該要有 OK 只是多少你可以去分配 真的都沒有關係 都要有個別陪伴的時間 那第四個 東西如果要買一份之前 要充分的溝通 我們在臨床上也常遇到 但媽媽為了公平 什麼東西都買兩份有沒有 對 衣服也要穿一樣的 然後什麼東西都要穿一樣 因為弟弟會怎麼樣 會說為什麼哥哥有 我沒有 或者說是哥哥比較大 比較懂的是 為什麼他有那麼好看的閃電 賣昆的衣服為什麼我就沒有 對等等 那所以為了鼓勵 不要有這種 這種情形發生的話 你要常常跟孩子溝通 媽媽就只買一份 對 你們兩個可不可以 輪流用 輪流完等等 不行的話 我們放回去 今天沒有這個東西 那孩子為了那個新奇 好奇 不常出現的那個東西 他一定會答應 那他答應了以後 當他違反那個規則的時候 我們你當初是誰答應的 你答應的 所以不是照著我的規矩來 所以讓孩子有充分的去表達的機會 還有去答應人的這樣的一個機會 這是第四個 那第五個 不要讓老二覺得一直在承接 剛才說 除了不要兩個都 什麼東西都買兩套 也不要什麼東西老二都撿起來用 可是他真的比較省錢 比如說我有時候去買衣服 比如說老大可以穿到120了 那我就都買 你們挑的時候 尺寸一定會挑比較大 想說弟弟還可以穿 結果有一次買了三四件衣服回家 還是都好可愛的圖案 然後弟弟看了之後 也搶過來就說 那這件我要 其實那個也好大 他就自己穿在身上 他就還是很得意 我說對啊 這件就給你了 可是其實我原本買 都是要買給哥哥的 對啊 對 所以那像這種時候 這種弟弟應該會永遠認為 是哥哥的附屬品 對啊 就是他一直在承接 對 所以像文華這個例子的話 就沒有辦法成立 因為他本身心就是偏的 所以太大劑 他照穿我也說你很可愛 對 但是可愛我 但是回去還是可以 對 你看 我想問一下文華你是老幾 在家裡排好 我是老妖 老妖 對 那可能又不一樣的方式 像我自己當然講說 成績的部分 因為我自己本身是老二 其實我覺得我印象中 我就會覺得我成長過程中 一直有在那種承接的感覺 在這種過程中 我是提醒父母說 這樣的感覺 孩子記憶是真的存在 那剛剛王老師有講到說 個別陪伴的時間 這一點我就非常非常的贊成 因為我個人的今生的經驗分享 像達明哥剛剛有講到說 他會私底下就是會再跟他兒子講 我覺得獨處 單獨跟他相處 跟他溝通 這一點很重要 可是我覺得可以再多一點點的時間 你居然覺得他都是男生 你就可以帶他有單獨時間 是你們男人的約會 去做只有你跟哥哥可以做的 那讓他覺得說 我們真的不一樣 我們是男生 我們兩個去攀岩 那種小的爬山 那個妹妹不會 讓他覺得說 爸爸對我的要求 還有跟我的對待 還有跟我其他的待 也真的不一樣 那像我跟我大女兒 現在小的出來 他就會開始說 你偏心為什麼 都是只有時間給妹妹等等的 那我們就會時間不多 可是可能會有很下午的時間 我們兩個溜到書店 或我們兩個 跑去做美髮沙龍 這樣的事情 覺得他只有 他跟我可以分享 妹妹沒有頭髮可以做 對不對 所以他用很短這樣的時間 可是他就會充分的去覺得說 媽媽其實有花很多時間 其實真的不用多 他就會覺得你花了很多時間 單獨在我身上 好來 那剛剛的是三種對不對 接下來是第四種 是不是對某一個孩子的要求 走勢比較高呢 好來 達明哥 那一天 百恩不在 我在幫他們整理那個房間 他們那個遊戲室 很亂 整理就越整理 就越有點火 弄亂起巴 就突然 那個我的門 我是關起來的 門是關起來的 突然一聲 打開了 打開了 我心裡想 小寶你實在是真的是 我好好給你 告訴你要做人處事的道理 我一轉過去 我本來是憤怒的臉 我這樣 對 沒關係 沒關係 我心裡就沒關係 自己都覺得我偏心 如果是小寶 我就跟他說 小寶我跟妳講 我剛剛在那邊整理這個房間 妳幫我弄得怎麼樣 你知道 因為為什麼 因為平常 跟孩子在那邊的互動 他們對我的感覺 跟我對他的感覺 是有一點點落差 小寶就是會 跟我就是 不知道為什麼 可是寶妹就是跟我比較接近 那碰到同樣的一件事情 發生在不同人身上 我就會有不同的反應 所以我自己其實也都知道 我也在調整過程當中 不過今天來的節目 我覺得我有學到一些 對 就是像剛剛醫生講 我就覺得可能找一個時間 我跟小寶兩個單獨出去相處 去腳踏車打秋槓 都可以 這件事大部分都是擺紅在做 真的啊 幾乎 幾乎 因為我們 不是 達明也忙 要拍戲時間佔很多 對不對 不要這樣 給老公一個下拍戲 是 對 不過其實達明他也沒有惡意 因為他也很希望 扮演好一個好父親的角色 對不對 但是呢 如果剛剛回推到剛剛的故事 王老師 過度的威嚴 如果對兒子有沒有 那種過度的威嚴的時候 他後遺症是什麼 對 所以還是要提醒達明 每個孩子的互動模式 是不一樣的 剛才張醫師有講到 你跟你兒子的玩法 不要用女兒的那一種方式 他就不會覺得很無聊 他就不會不甩你 你就不會沒有成就感 對 所以每個孩子的情緒 其實跟你到底合不合 那都是不一樣的 過度威嚴的確會造成一些狀況 第一個 你想要要求他 結果根據統計 孩子長大以後 反而第一個 更沒有責任感 怎麼會這樣 因為他從小就被壓榨 必須要當個有責任的男人 他必須要 非常非常的一板一眼 他必須要什麼事情做好 長大之後他懂事了 他可以不聽你的 整個就 不想照著做了 你知道嗎 他好像可以喘一口氣了 我終於已經解脫了 然後逃出這個家了 等等那種感覺 責任感反而更低 所以這個必須要注意到的 那第二個會影響青少年時期的親子關係 青少年時期很叛逆 對 小時候不當的教養 小時候更威嚴的教養 會讓原本有那個叛逆的基因 再更加強 對 其實我很相信 你陪伴孩子對他付出的心理 其實絕對是一定要夠的 就是說你小時候 對他多付出一些心理 到了青春期 對 你可能就可以比較放鬆一點 那是有價值的 對 那如果你小時候完全 你都懂耶 我孩子會長大啊 那今天小鼎應該可以得到 不錯的待遇喔 小鼎應該可以得到公平的對待喔 那晚上我就陪他睡啦 OK 那不能只有今天喔 好 那第三個 比較容易沒有自信 威嚴嘛 然後長期被壓抑 然後長期壓抑一下自己的成就感 跟自信就比較低 這是第三個 第四個 情緒管理的能力會比較差 因為我在家裡面沒有情緒宣洩的窗口 對 所以長大之後容易情緒處理 會變得比較差 有些到小一到小一小二 都還很愛哭的孩子 一大堆 那一問下去 原來是家裡面是教條式的教養 OK 那是第五 第四個 那第五個 因為很高壓 所以犯錯了 容易怎麼樣 說謊 容易說謊 他為了不要得到處罰 為了不要 爸爸對我的期待這麼高 對 那我現在就呼嚨一下過去了等等 考卷明明拿 考二十分回來 在打電動的時候 沒有沒有 今天考九十幾分等等 對 那常常會累積這樣子 就變成養成說謊的習慣 所以威嚴式的教養 還是要逐漸調成民主式的教養 這樣比較好 對 好 我們常認為說 這生了孩子還是我們父母 最大的財富 那在我們中期醫生 如何讓孩子 跟我們中期的互動 是非常輕易的 可以大家是一個家庭的感覺 從小一定要做好 對 這公平的對待 怎麼樣有互動的基礎 這其實每一個環節 我們不能忽略 你剛剛一直說我 你自己可是一百耶 百分之百耶 我還才七十而已 是... 那我們大家一起努力 真的 對 不要有偏心 不能偏心好不好 也不要過度要求 對 好 好 祝大家幸福美滿 謝謝 謝謝